最近有一个科研团队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 就是大家一直在考虑新冠病毒在空气里面能存活多久 在物体的表面能存活多久 其实上我们一直没有真正科学的数据 所以这个研究团队了 他们做了这个研究又发表了论文 我们看到这个论文就说 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从它的数据里面能够拿到真真实实的告诉大家的一个时间点 这个团队他们做了很好的一个研究 就是采用了一个喷雾的装置 把病毒放进去以后 然后喷雾 让病毒进入到空气当中 这样就形成了气物剂 然后气物剂的病毒又会抛落到各种物体的表面 比如说纸的表面 金属的表面 塑料的表面 然后他们在不同的时间点再去检测这个病毒有没有活性 结果他们就发现什么呢 如果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 喷出去气物剂里面的病毒 它可以存活三个小时 告诉我们如果房间里面有人在排毒 在空气里面可能三个小时内都有病毒存在 而如果在金属的表面 比如说在铜的表面 那么它的存活时间可以达到四个小时 但是在塑料或者不锈钢的表面 那就更恐怖 能达到两三天的时间 所以这个研究第一次告诉我们 病毒在不同的介质上 不同的物体表面 它的存活时间是不一样的 因此在密闭的环境里面三个小时的存活 如果大家不戴口罩 很容易造成感染 但是比如说在公共场合 它比较空旷 空气比较流通的时候 空气里面气溶胶里面 病毒是微乎其微的 但是物体表面 比如说桌面呀 门把手啊 那么很可能病毒了 就会存活一两天 甚至两三天的时间 这也就是解释了 为什么大量的感染 尤其是在我们一月份初期的时候 武汉医务人员被感染了三千多名 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 很多病毒 大家没有防护措施 用手触摸了 门把手啊 桌面呀 物体 纸啊什么 触摸了以后 然后再摸了自己的颜面部 造成了改善 所以 这个研究告诉我们 气溶胶 有病毒存在 但它时间不长 只有三个小时 而物体表面 所以接触传播更重要 你的手碰了任何地方 千万要用香皂 洗手 洗手持续15秒以上 就能杀灭病毒 所以这个是 这个研究最有意义的地方